尽管油价不断飙升,但美国汽车协会AAA表示,今年的独立日假期期间,大约4200万美国人将会进行开车大约50公里的公路旅行。 机票价格也在攀升,和2021年相比,今年最低的平均机票价格高出了大约14%,但AAA仍然预计有355万人将乘搭飞机旅行。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,美国农业局的最新调查显示,今年人们在独立日的花费将比去年平均高出17%,有民众直言通货膨胀带来压力,不打算出游。 对啊,就是好像以前钱很近用,现在一两百块钱一下子就没了。 放假也不想出去玩了,就待在家。 不是不想出去玩,谁不想出去玩,也想出去玩。 我就坐在家里,不动,我每个月要六千块钱的开支,你知不知道。 门店的房租和家里的房租。 根据AAA的统计数据,6月30号全美美加仑普通汽油,平均价格为4块8毛5,比6月中时的高峰5块04,下降了3.7%。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镜,纽约报道。